美国最大金融服务机构之一的摩根大通首席执行官杰米·戴蒙 4号在写给股东的年度信函中表示 由硅谷银行和签名银行关闭引发的美国银行业危机目前尚未结束 并将在未来数年继续产生影响 他认为此次危机将促使美国各家银行更加保守 导致现代条件更加紧张 他还指出美国的监管规定鼓励银行吸纳低息资产 然而此类资产随着利率的飙升而失去了价值 更糟糕的是美联储在加息的同时 却没有对银行进行压力测试 从而未能及时发现潜在的问题 我们认为我们认为更专门的市场 我们认为更专门的市场 所以我们继续看资料 for the individual industries